第一个熊霸天下 第二个地支藏干 第三个天气预测 欢迎大家今天准时收看 农意乱乱说 熊霸天下 那是我昨天就在那边看这一部 很久很久以前的影片 当中 他演的一段剧情 是我非常非常觉得很有趣的一段 就是熊霸 刚开始 他就把尼菩萨抓过来 我们的神话来啦 那给神话拍拍手 熊霸他是一个笃信命理的人 所以当熊霸他在创立天下会的时候 这时候他就把尼菩萨抓过来 尼菩萨为当代的第一神算 然后他就问他 我会怎么样 尼菩萨就跟他讲 你这十年会不错 跟他讲你这十年大运不错 就跟他讲了一句 就讲了两句 就是金龙启示慈中物 一遇风云变化龙 然后就这样子 消失了十年 而这十年当中 熊霸就把他的天地会变成是世界第一 就是变成是第一的帮派 这时候他就一直在纳闷 尼菩萨一直在跟我讲说 我这十年运 可是我接下来会怎么样 尼菩萨一直都没跟我讲 所以他就去把尼菩萨抓过来 抓过来以后 尼菩萨就被人家抓了 他就只好说 熊霸就问他 我的下半生到底是怎么样 李瑞欣、林孟宏你们好 结果 尼菩萨就跟他讲 臣也风云 败也风云 所以 就是说他下半辈子 你成功起于风云这两个人 但是你失败也是起于风云这两个人 这时候熊霸听完了以后 突然的就哈哈大笑 就哈哈哈哈 我命是由我不由天 我要逆天改命 这时候 尼菩萨就跟他讲了一句话 一句心意好 尼菩萨跟他讲什么 熊霸 你笃信命理十多年 如今你却不相信命理 各位他就演到这一边 我就觉得很好笑 而我为什么会觉得很好笑 并不是演得很好笑 而是 他在这一边演出了一般人 对命理的一个态度 一般人他只想要怎样 听好听的 你这个富贵成就多好又多好 这十年是你的大运 但是对于不好的 他拒绝 然后说我要改命 我命由我不由天 各位 很多人就这样 那你好运的时候 你为什么不改命 各位 你好运的时候为什么不改命 你坏运的时候才要来改命 所以当我在看 我昨天就是看这一部影片 这一部影片 所以看到 对不对 就天气太冷 台北真的有够冷的冷 我穿的 大概 我穿的这种衣服 两件还是很冷 所以 昨天冷到 就算了 不要直播了 超级冷 请盖的睡袋 周先生你好 所以各位 这就是什么 很多人有的一个心态 他要听好听的 他拒绝坏的 然后一听到坏的 他就要改命天改命 可是他的思想是矛盾的 老陈建民你好 为什么 为什么你好运的时候 你不改 改呢 为什么偏偏要等到 你坏运的时候 你才想要改呢 就是因为人 他都喜欢怎样 想要好 他不喜欢坏 但是各位 你要先记得一件事 当然熊霸风云这一部影片里面 他演这一段 当然 我听到 我看到的时候 我非常有感触 就是因为我本身是命理师 李生言你好 所以我知道很多人都有这种现象 他只想听好的 他不想听他坏的 然而 各位 我们身为一个命理师 重点是在哪里 你不管好坏 都要跟客人讲 尤其是坏的 你更要跟客人讲 否则的话 各位 我们都知道 很多人 花了十几年 建的丰功伟业 就只要一年 甚至几个月 就都不建 而在五行派 当然 五行派 没有在讲命 五行派不讲命 各位 在五行派不讲命 五行派讲的是运 他讲的是运 因为相同八字 不同命 KL你好 相同八字不同命 所以 他讲的是一个运 为什么会不同命 相同八字 为什么不同命 因为 每个人所掌握的运势不一样 有的人掌握到好运比较多 有的人掌握到坏运比较多 而五行派 所讲的并不是逆天改命 他不是在跟你讲说要改变你的命 五行派叫做趋吉避凶 他并不是要改命 他是逆天顺命 他是 他是顺着命的 他不会想要去逆天 所以 我们不会想说 你不好运 就把他变得很好运 不会 该怎么样 就是怎么样 不好 但是不好有氛围大 中小的不好 例如破财 有的人家破人亡 有的人顶多跟另外一半冷战 各位差距这么大 我们希望在不好的时候 能够减少损失 在好的时候能够多加几分 这样人生好运坏运 这样子在轮的时候 你每次的好运都能够多得几分 你每次的坏运可以少减几分 这样子人生加加减减起来 你就会往比较正向的这一面去 这个 才是五行派所讲的改命 所以各位 你要清楚的知道 并不是把你的坏运直接改成变成好运 不可能 因为五行派讲的不是改命 他改的是这个起伏 运势的起伏 好的时候我要更好 坏的时候不要坏到谷底去 这个就是五行派在讲的 所以各位 身为一个命理师 我们知道人他有这种只想听好 不想听坏的情况 但是偏偏 身为一个命理师 就是要跟他讲坏的 而不是 只是一味的跟他讲他有多好 多好 多好 各位 因为好 可以因为一次的不好 就全部抵消掉了 所以 我们要注意的 反而是所谓的危机 你要注意的是所谓的危机 并不是你的什么机会 因为 就在我的一个经验里面 来找我的客人 很多之前都是丰功伟业 可是他在丰功伟业的时候 他并没有找命理师 他好运的时候 他没有找命理师 结果你看他 让他的一个成就那么高 可是相对而言 当来找我的时候 都是在人生谷底 所以各位你就会知道 当一个危机的时候 那时候命理师的价值 才是最高的 当一个人好运 命理师没什么价值 因为他怎么做 他怎么对 他会认为他天下无敌 但是当一个反转直下的时候 这个才是我们要去制止的 所以很多人都会说 老师 你都说不好的点 不是我不会算好的 我也会算好 但是在命理的这个世界里面 好运 你随便住 你基本上不会太差 问题 你坏运 你乱乱住 你认真住 都可能会造成一败涂地的现象 所以这就是我们时常会碰到的 各位 你假如碰到像这一种 只想要听好话 对于你批他不好的 你要怎么办 各位 你要怎么办 就像熊霸一样 我要逆天改命 我命由我不由天 对不对 尼菩萨跟他讲 妈你在好笑 你信命理数十年 这时候跟你讲你不好 你说你不相信命理 各位 这时候你假如帮人家算 你算他之前好 他都很相信你 突然算到他不好 他说他不信命理 你要怎么办 由他去 不相信就拉倒 跟各位讲 你绝对不要随便他 而是 你一定要再三的跟他讲 要不要做是他的事 但是你一定要立场明确 像我就曾经遇过 我说过了 三年前 我的一个客人 带着他弟弟来找我 然而我就在他前面 很老实的跟他讲 你不要创业 因为你的八字不适合创业 讲得非常清楚 他弟弟依旧认为 他在工作职场表现这么好 一定可以创业 然而第二次他弟弟买房子 我们又碰面了 他又来问我 我还是一样的跟他讲 不要创业 各位 这么明确跟他讲 他创业了三年以后 公司收起来 赔了一屁股 什么也没赚到 这时候 各位 不是由他去 而是 我们立场非常的坚定 他会不会怪你 他不会怪你 因为你已经跟他讲了 你不适合创业 你不要创业 然而 在去年又有一个课而已 年初来找我 然后问我能不能创业 我跟他讲 不行创业 因为你的财语特别特别糟糕 然后我们熊爷来了 我们给熊爷拍拍手 年初一个来找我 然后我看了他的八字 超级大破财 他问我能不能创业 我说不要创业 因为你不适合创业 结果半年以后来找我哭哭啼啼的 然而 我问他 我当时候怎么跟你讲的 支支吾吾不敢讲 为什么 因为我讲的很明确 所以你不是由他去 当他不信任你的时候 请你不要看客人的脸色 你要无视客人的脸色 要郑重的再重新讲一次 例如我们总是会说 对不对 吴伟雄 哎呀 你屁股 左边屁股三颗字 然后吴伟雄就说 哪有 哪有 你这时候就不要听他在那边讲 哪有 哪有 你就是还要再跟他讲 你的左边有三颗字 了不了解 就是像这样子 你不能够被客人的态度所左右 了不了解 你不能够被客人的态度所左右 所以你要了解 很多客人会这样 会这样没有关系 不要被他的态度所影响 像我有一个学生就是这样 他的朋友来找他 问他他能不能够创业 结果他跟人家批 他跟人家批不能创业 结果对方怎么回他 我就是不知道要怎样才来找你 你跟我说不能创业 他吓一跳 他吓一跳 然后 吓一跳以后 他就帮人家批个流月 然后看什么时候可以 可以投资 到创业投资这样 然后我的学生 来问我 我说你神经病 你明明都已经知道他不能创业 他这样子跟你讲 我就是不知道才来找你 你为什么还要改变你自己 当时候的批论 然后跟他讲 可能什么时间点可以 你这样子 你就失去了 命理的一个专业度 本来 不行就不行 不能够 因为对方认为他一定要住 你就迁就著他 你这样子不叫专业 你这样子叫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鬼话 所以各位要清楚这一点 当你假如遇到 你的客人有这种现象的时候 你就是要坚持自己的立场 不要被客人牵着鼻子走 无视他就对了 就像吴伟雄 老师呢 老师批的准准的 吴伟雄 劈腿 对不对 吴伟雄就会说 哪有哪有 老师你都乱劈 你的八字就是劈腿 一看就知道 对不对 左手五个正弓 右手五个小三 你这样子桃花这么旺 还不叫劈腿 各位不用听吴伟雄在讲什么 了不了解 要坚持自己的立场 所以各位很多人 尤其是客人 他对你是没有什么信任感的 他就只是看了你一部影片 两部影片 他就来找你的 这种客人 他们就是 会 人的心态就是 他都是很棒的 他才不想听到 他自己很弱 可是实际上 我们就是要把他的缺点点出来 让他清楚明白 否则他到时候去做了他能力以外的事 出了问题 他来找你 因为他们很容易会怎样 怪东怪西的 那时候你就有麻烦 所以各位你就要去清楚 人是一种很自私的动物 很容易会听好听 拒绝不好的部分 然后都只想要做他自己想做的事 反而会牵着命理师 说 你要 听我的 所以当你迁就他 让他去做的时候 他失败了 他又要来怪你 很多都是这种现象 也就是天下他最厉害 成功都是他自己的 失败都是别人的错 所以当你了解人有这种现象 你就要坚持你自己所讲的 不要被客人牵着鼻子走 这是第一个 我要跟各位讲的